颜色柔美各设各样的口罩套 由板桥区爱心慈善会所制作 防疫期间外科口罩是必备耗材 为提供防疫最前线人员 能够安心执行工作 板桥区爱心慈善会理事长石一佑 特地挑选寝具专用的魔毛布和棉布 制作成口罩套 透过柔软细致的布料触感 关怀辛苦的防疫人员 是我找的这个比较特殊的材质 是寝具的一个材质 就想说借有这样一个方式 让他知道说这个口罩材质是比较柔软 然后就是有家的感觉 在外面在做防疫工作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保护好 那当然有一些民众 其实他喜欢裸碎 或是说他回家最喜欢到家的地方的时候 就是这种魔毛巾的材质 以及纯棉的材质 是最适合我们人体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来做一个 口罩套的一个最初心 除了颜色丰富的各式口罩套之外 爱心慈善会的会员们 以自己的专业研发开模制作口罩夹 皮皮材质透明外观 可妥善收藏口罩 延续使用时间 先行送到板桥区公所 关怀前线的防疫人员 我们的口罩可以放在上面 然后特地去开这个模 然后我们的肺炎 它是在开这个模跟做这个的 所以说大家都互相来把它做完成 我们在几天内就完成了一万个 所以这个要送给大家 在这个防疫这么长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战役中提供这样的一个物资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 很暖心的一个暖流 那我想这次台湾的一个防疫的经验 在世界的一个典范里面 大概都有目共睹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 政府跟民众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 大家是一起在做这种防疫抗疫的工作 所以这些 不管任何形态的一个帮忙 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板桥区爱心慈善会 预计会制作一万个布口罩和口罩夹 陆续会送到新北市各个公家单位和学校等地 为辛苦的防疫人员带来温馨的关怀 也为他们加油打气 感谢他们 记者林立吴志恒 板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